中文讲解部分 那中文讲解部分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共享这样的一个PPT可以看到 主要是分为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会就咱们中国的这个主要税种 特别是跨境关联交易设计主要税种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概述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呢 针对这个境外向境内提供产品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关联交易呢 做这样的一个主项的讲解 第三个呢是针对咱们这个中国企业向境外提供劳务 提供这个各类服务的时候呢 这个关联交易设计就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讲解 那好下面呢我们是先就中国的这个主要税种 特别是关联交易设计的这个主要税种 进行这样的一个解释说明 那在这个跨境关联交易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呢它主要涉及的税种呢有六项 其中呢 关税呢是在进口进出环节呢 是要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由海关带争的这样的一个税种 那关税呢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那目前呢 它的这个税率呢是从零到一百不等 我们只是一般的这些关联交易设计啊 不包括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行为导致比如说一些百分之两百百分之一百五 这样的一些关税水平 那平均来看的话呢 中国的关税水平呢是在12.47左右 也是第一个关税这一块 那第二个呢就是增值税 营业水跟消费税 其中呢增值税呢 跟营业水呢 这两个呢是我们称为叫是一个 它是同一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水种 就是说他们是非子级别的这样的关系 就是说一项业务如果增了增值税 就不会再去增这个营业水 同样的如果增了营业水 你就不用去增这个增值税 所谓增值税呢 这边有例子啊 就是说呢 它针对这么几项内容 进行这样的一个增值啊 首先呢就是说销售货物 第二个呢就是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第三个呢就是进口货物 以及试点的进口货物这一块 第四一个呢是从这个12年开始试点 今年开始全都铺开的 就是说营业税改增值税 就是一些试点的服务业 它也开始征收这个增值税了 这个试点的服务业呢 它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具体内容呢是在我们的附件里面 就在咱们的课件附件里面呢 会有一个详细的这个讲解 我这边呢不再去做追溯了 那增值的税率呢 这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说呢它有6% 11% 17% 这个主要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税率啊 也就是三大 那其中呢6%跟11%呢 主要是一些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实项里面 然后呢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税率 然后一般的增值税的这个基本税率呢 是17% 也是第二个增值税这一块 第三个营业税这一块 那营业税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主要针对是在中国境内 其中的这个印税劳务 转劳务兵资产 其实不动产 这样的一些行为呢 取得这个营业额 做的这样的一个增值的行为 那营业税呢 它的税率呢 实际上主要是3%跟5% 其中5%呢 使用的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就一个休闲业呢 可能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它的营业税是20% 这一点是要强调一下 那 这边有一个明天要说的 就是说呢 在 2012年开始试点 到今年2013年81号 正式全面铺开的 就是叫营业税改正式试点呢 其实呢 是极大的限制了营业税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点需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 那第四个呢 就是讲这个消费税 那消费税实际上跟这个 增值税营业税一样 都是留着这个范畴啊 然后消费税呢 它主要呢 是针对什么 针对一些国家限制消费 或者不鼓励消费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呢 压正的这样的一道税 那其中呢 像烟酒 对吧 贵中的首饰 珠宝玉石灯的这样的 一些奢侈品等等 这些呢 属于这个消费税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这里面也强调了 就是说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消费税主要是14个税目 主要是14个税目哈 那这是消费税这块 那分子税 营业税 消费税呢 实际上都是 我们这边看到 这下面有一个就是 成建税 与教育税附加的 它的一个计算 这样的一个基础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成建税 与教育税附加呀 它实际上是以 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的税额 按照一定的比例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缴纳的 就是说成建税 与教育税附加 它实际上是依托了 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的两个数 去计算的 这边要强调一下 那同样的呢 就是说呢 有一个点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成建税呢 它是根据 你的这个location 就是说你的这个 所属的地址的位置 市区县城证等等 它是有不同的比例的 但一般来说 对于大部分的 这个外籍企业来讲的话呢 它们就算7% 去加上居多 所以呢 成建税 加上交易 附加的3% 它实际上呢 是就是我们说 叫10%这样的一个效应 就是说 在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 你交的这些 所有的税种 加起来 这乘以10% 就是这个成建税 加加加加加加加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讲一下 这个企业所得税 也是比较重要的 在这个关联交易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目前中国的这个 特务量的调整 或者说叫 转量的管理呢 它所看重的 就是以所得税为主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企业所得税 这块呢 大家也可以列 我们在修正已经列出来 就是说呢 一个是这个 居民企业这一块 那居民企业这一块呢 它是 就来源于中国 境内境外 所有的将来 所得需要在中国 缴纳所得税 一般来讲 这个税金呢 是百分之二十五 这样的一个情况 需要强调一下 在中国其实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则 就是叫 境外注册的 中资控股企业 被认定为 中国居民企业的 也就是说呢 它虽然是依据 国外的法律法规 对吧 是成立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但实际上呢 由于它的实际管理机构 在国内 所以也有可能会被 中国的税务机关 判定为 是这个居民企业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企业 它所有的收入 都需要在中国 进行这样的一个 所知的一个缴纳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在非居民企业这一块 那非居民企业这一块呢 这里面呢 其实是分了两小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讲这个 在中国境内 有机构 并且呢 它在这个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取得收入呢 跟这个机构呢 是有联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机构呢 实际上会视同为是一个 居民纳税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存在 也就是说 它的税率呢 一般来是按25%来承收的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就是说呢 这个非居民企业呢 没有在中国 设立这个机构 或者虽然有机构 但是它在中国取得这个收入呢 跟这个机构 没有关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呢 是按10%去缴纳这个 企业所得税 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是经典企业跟非经典企业 这也是中国的 企业所得税法上 所关注的这样的 这样重点的类型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企业所得税呢 实际上是中国 目前 它的税收的这个优惠 政策最多 最广泛的 这样的一个类别 其实在后续的 我们这个 关联系简体里面 你会提到 那这个呢 是我们是针对这个 中国主要税种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稍微停一下 有一位 优惠者说没有声音 那么方便我们 来看一下 那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这个 成为就是两部分 是九个交易类型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交易 它设计是这样的 这些讲解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还有一个 小鸟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不同点 跟大家去强调一下 就我们今天讲的是 九个交易类型 但实际上 按照中国的 就是关联交易 管理的规则来看的话呢 它实际上在中国呢 关联交易呢 它实际上是 分为了四种类型 是依据这个 交易的内容的不同啊 分为四种类型 包括有形资产的 这样的购销啊 租赁啊等等 还有无形资产的 这个转让使用啊 以及这个融资这一块 还有第四一个 就是说劳务提供 和劳务接受这一块 就四倍 那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的九个类型呢 九个交易类型呢 它所有这个交易的 主体交易的内容呢 就分散在这四个 我们这个国内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里边 但是呢 我们是从这个 实际上的出发啊 就为了企业更好理解 所以我们分了 分它九个类型 所以其中呢 有个别的这个交易呢 它的这个相关的 就是税制啊 是比较相似的 甚至是相同的 那好 下面我们进入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易类型 那第一个交易类型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呢 这个叫境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企业交售有新产品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交易环节呢 其实它的纳税主体呢 主要是中国的 是在中国说法下啊 是中国的关联公司 它包括什么 包括关税 政治税 消费税 等等 那这里面呢 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呢 关税政治税 这两个其实 因为这个产品的类型不同 而会有多种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 水素优惠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 列了一个小的案子 就是说 从这个12年到15年 对吧 这几年之内 这个新型的这个显示剂生产商 面板生产商啊 它如果进口了一些 国内不能生产的这样的 自用的 生产型的这样的一个 原材料 或者消费税的话呢 那OK 你的这个进入环境 是免征这个进口关税的 当然政治税是要交的 但同时呢 这个消费税呢 由于它是不在那个 产品目录里边 对吧 不在14个item 所以呢 你不用去设计这个消费税 这个文件 我刚才说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呢 是采用的是财关税 2012年的16号文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关税啊 或者政治税这块 很优惠政策呢 很多时候呢 它可能呢 是以这个单独发这个通知公告的方式呢 来告诉咱们这一般企业的 这是第一块的内容 那最后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有型 有型动产的 或者有型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当中呢 所有机关呢 往往会关注你这个交易价格 是否符合这个独立交易原则 这是第一个交易 那第二个交易呢 这个呢 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交易 因为它涉及这个点是说是 关联公司 是另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关联公司提供这个服务 而服务呢 因为又涉及到一个银改正的问题 所以呢 这里面就是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 那这里面我们先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银改正呢 是在2013年8月1号开始 在中国银全面铺开了 是两个大行业 就是两个大行业啊 就是我们后来叫一加七 就是说一个交通运输业 加上七个隶属于 现代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 指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后面附件里面也有 大家可以实行看一下 那在这个交易环节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纳税主体呢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中国的这个关联公司 就是境外关联公司这一块 那这里面呢 由于这个我说了 提供服务啊 服务的类型不同 所以呢 它是服务类型而定 有可能是涉及增值税 对吧 因为它提供 比如说像一些服务呢 是涉及这个 属于的银改正方位之类的 比如信息技术服务啊等等 那它可能呢 是这个安政的事来交纳 也有可能是 还是这个营业税这一块的服务 所以呢 在这里面强调一下 就是说呢 如果是在试点的这个行业之内的 那一定要是按照啊 咱们这个增值税去做这样的 同时呢 这个成建税 叫做附加 肯定也是有的 因为这个呢 也是 之前也说到了 就是说呢 成建税 叫做附加呢 它是依托 咱们这个增值税 或者营业税 和消费税 来 进行计算的 那在这个困境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企业所作税的问题 那企业所作税的问题呢 是比较复杂的 这里面呢 我们一直立了一张表格 呃 便宜大家呢 去做这样一个理解 那首先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整个服务啊 就境外公司 向中国经营提供的一个服务啊 是在中国境外完成的 那OK 不管是 增值税 营业税 还是企业所作税 都不需要在中国进行缴纳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说呢 外国的这个 呃 关联方啊 他是在中国境内 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呢 没有构成那个强盾机构 比如说他派人过来 对吧 没有买6个月 或者没有买那个 180天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所做的这个服务呢 是隶属于这个 应该在那范围之内的 OK 那是按6%去赠税 就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 那如果是这个 非应该在那试点的话呢 那就按5%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你没有构成这个PE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会设计这个企业所作税的 但是部分地区部分的税务机关 有可能会对企业提出一些不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 并不属于法律规定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呢 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 而且构成了这个强热机构 那这个呢 增值税 营业税 对吧 是要么就是6 要么就是5 那所作税这一块呢 那就上25%的这个税率了 来做这样的一个承受 这里面啊 就强调一下 就是说 呃 中国的关联公司 企业所对这一块呢 在 接受这个服务的时候 那么这个服务的成本是否合理 那可能呢 是税务机关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中国的关联公司呢 往往会被要求协助 扣缴相关的税款 包括这个 营业税和增值税 也包括 这个企业所对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类型 那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呢 我们在这个附件里面 也有做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关于这个提供服务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同时呢 我也强调一下 就说呢 我们这边 这个表的类型 是比较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 在时间当中呢 因为服务所造成的税务 声音是非常多的 啊 好 呃 那这样稍停一下 就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因为有一位 呃 议会者是强调 一直听不到我的声音哈 其他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如果能听到我方面 呃 给我一个信息 好好 啊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啊 谢谢 那好 那我们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讲解 那第二个交易呢 我们就讲解到 这样的一个地步哈 就具体内容呢 我们后续可以再去进一步的探讨 那第三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类型 呃 这个呢 主要是指的 境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境内 关联公司提供这个基础 就这个地方来讲 是一个无形自然的使用 或者也有可能 涉及到一些技术服务类的 这样的一些 一些情况 那么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呢 呃 是境外向境内提供 这样的一个支付 所以呢 这里边呢 这个 在中国司法下呢 它的这个 纳税的组体呢 主要也是境外的关联公司 那这里边一个设计到了 我说了 主要是营业税为主 也涉及到这个 真的是这一块 那 营业税 真的是这一块呢 如果涉及这个技术 这块的一个使用 或者转让的话 那有可能会涉及 这个减免税的优惠 因为很早以前 大家就知道 就关于这个技术转让 这一块呢 营业税实际上是免税的 可以但是需要去申请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企业所在这一块 那么提供技术 使用这一块呢 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 是可以去什么 去申请 测试权使用费的条款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是按10%这样的一个水利 去议题所作税了 但如果这个 税收协定规定的 这个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利 比如说中文香港之间 对吧 可能是7%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申请使用 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利 但需要强调的事呢 也是需要咱们企业去申请的 申请的时间呢 可能是这个税务机关的 工作情况不能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也强调一点 就是说呢 这个主要的 这个境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关联公司提供的一个技术 它大部分情况下呢 应该是按这个 真的水来 营业水来走 但 在这边呢 就强调一下 就是说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优惠事项 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咱们企业 自己去主动申请的 而不是说我们讲说 OK 我们直接等的时候 机关会给用的 没有这样的啊 就是所有的收入优惠 包括这个条款 更低的这个 这个事实的实用 都是需要咱们 去申请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举了 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讲这个 可能可能去中国 使用境外的 给互联邦开发的软件 可以申请特殊权 使用非的条款 那这里面强调一点啊 就是说 如果 咱们去申请的时候 你提供的这个技术呢 是找autodate 是过时的 或者说呢 就是没有独特性 就是说你是一个 很大众化的 很泛泛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称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技术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的 被所有机关 驳回 他认为呢 你这个不属于一个 所谓的这个特业的使用费 而应该叫什么 叫管理费 如果一旦被认定 为是管理费的话 叫Majimum fee 那很遗憾 在中国的公司 在中国这块的 中国公司呢 是无法进行 事先扣除的 这样的案例呢 在去年到今年呢 是在国内 发生的比较多一些 要多一些 那至于刚才说的 这个叫 技术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文件 就国际航 09年507号文 这个情况 就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说 要注意 你这个技术提供的时候呢 不是我说 我企业讲 说我这个是技术 那我就可以去用 而什么 而是需要什么 需要 事务机关那边呢 他会有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认可 如果不认可的情况下 是很难 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个 叫做技术 技术使用 或者技术特区 这个呢 是我们第三个 这样的一个教育类型 那第四个呢 是实际上这个呢 跟之前那个比较像啊 他们说提供的一个品牌使用 那同样呢 他也是 针对的是这个 特地权使用这一块 那这里边可以看到 是境外关联方 像这个中国境内 做这样的一个授权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呃 有可能是主要 那很少见啊 那这里边一样的 他设计的这个 纳税属性呢 是什么 是境外的关联公司 就是说营业税 是由境外来承担的 那这里边强调一下 因为他这个 当然说到了 像这个品牌使用的话 他实际上 还是归在咱们的营业税为主的 这一块 同样的呢 就是境内的关联方 就是中国企业这边呢 可能需要协助去扣交 这一块 就是这样的一个税块 同样呢 陈建税交易附加费 这个郝佳的附加 他也是随随着这个 营业税发生的 那么结实附加费这块呢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有更低税率的话呢 可以是你去单独使用 那这里边呢 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呢 是这个 科口可乐公司这一块 那科口可乐公司呢 他美国是向境外关联方 提供品牌使用 比如说那个 科口可乐那个英文的这个名称 日本的科口可乐公司呢 他实际上呢 他是向美国支付 7%的特殊使用费的 因为他们主要呢 是用的是英文的名称 但在中国的时候呢 不是这样 因为中国大家知道 科口可乐这个字 也是在我们的广告啊 各方面经常出现的 所以呢 其实科口可乐呢 他在中国的品牌呢 实际上是由中国名称 英文名称共同构存的 所以呢 中国科口可乐公司呢 向美国去支付的时候呢 是支付少于7%的特殊使用费 因为中国的这个 名称 中国名称呢 也是对这些品牌 有一个贡献度在里面的 这是要强调一下 那这是 刚才是第四个交易啊 这是第五个交易 第五个交易呢 实际上呢 是指的境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关联公司呢 提供贷款 提供贷款这块呢 强调一下 就是说呢 这里边呢 还是一样的道理啊 就是主体 纳税主体呢 是境外的这个关联公司 这里边也是 设计到营业税5% 成年税加费付加 也是一样的 一般是10% 就是在5% 基础上的10% 那解锁费呢 一样的概念 就是正常的关键 Average这样的 也是十个年 很有可能有不同的 第一个这样的水利 或者更高的水利 需要我们去看一下 那这里边就强调什么 强调这个 这样的一个 转能量规则在里面 就是说涉及这个贷款 这一块的话呢 在中国呢 有一个新的 或者也比较新吧 就是说在新出了 对法以后 比如这个观点 就是说叫资本文化 就是说你的 境外公司 像中国之内企业 你的这个 诈权性投资 跟股权性投资 需要一个 或者全性投资 它的比例 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呢 是诈权性投资 跟全性投资呢 比例是2比1 这种企业可能是5比1 那么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 提供的贷款 你境外公司 像中国之内提供贷款 它的这个金额 跟你的这个 境外公司 比如说像境外的 母公司 像境内的这个子公司 投资的这个金额 比起来 是2比1以下 还是超过2比1 这也有这个要求 如果超出这个比的话呢 那可能你的 相关的利息 可能扣除上 需要做一些调整 第二个呢 因为是关联方的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所有之后会要求 你说不超过 咱们一个叫 就是央行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边就要强调一下 那这里边 我们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呢 这个境外公司呢 是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 这个金额非常大了 少见 利益是6% 假设是 超过这样的一个 基础率的话呢 是可以在中国 这个中国企业 是可以 就该部分的利息呢 做这个水钱扣除的 但是呢 也强调一下 这个资本文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 咱们的公司 你的这个战略性的 你借贷 你的贷款的金额 跟你的这个 所谓的全新投资 这个比例是2比1 不能超过这个数 超过部分的那个利息 它是按比例的 是不允许扣除的 那这里边 我在红字部分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标识 就是说 关联债权性投资 包括关联方 以各种形式 提供担保的 债权性投资 就好比说 我这个 我的金额母公司 向金额公司提供担保 对吧 但可能只有第三方银行 向金额公司 去提供这个贷款的 那这种担保的 这样的一个 性质的就使得 也这个贷款的地方 也应该纳入到 这个所谓的 债权投资的 这样的地方里面来 这是第五个 就是说这个贷款 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第六一个 实际上是 我们认为实际上 是第五个的一个延伸 就是说境外关联公司 向中国的关联公司 收取这个担保费 那担保费 目前来讲的话 在国内的处理上 几乎是跟这个利息 是比较相同的 这里面强调了 就是咱们国家 中国的国家税务总 于一年的 只要二次号公告 里面呢 其实他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视资保费 为利息收入 那相关的 这个主要利息 这一块呢 那也同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一个是资本融化的问题 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你是 关联方这边 所以可能还有一个 这个利息的问题 在里面 那同样呢 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呢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说菲律福 我们案例里面讲 是外国的母公司 像给中国的 这个总共的 提供的担保 资本融化的条件 可以直接扣除 那这里面 其实我们之前 也讨论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 担保费的 比例是多少合适 对吧 有人讲说 那我是几个点 对吧 是0.5.1个点 那税务机关 会不会给我们扣除 有没有允许我们扣除 那么在实践当中呢 我们发现了 发生过两个案例 一个案例呢 就是说呢 它是整理扣除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它呢 提出一个异议 最终呢 是我们税务机关呢 就把这事给资制了 所以以后呢 可能是经过了 大概有一年多的 这样的一个 去去沟通了 最后还是给出了 他们的印象 就是说可以去扣除 但之后 如果有新的文件 出来调整的话 再说 所以我们是这样讲 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对于这个担保费呢 还是一个是同级收入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它的相关的这个管理 规则上来讲的话呢 就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是什么 是资本文化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 不得超过 这个基准利率的问题 这样是一个 这个情况 实际上呢 在线上有的时候 超过的基准利率 如果你的相关资料 比较充分的话 也是可以去 向所有基准申请的 但是呢 第二个个案比较少 这样比较少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第六个这样的一个 关联交易的情况 那以上一到六的 关联交易呢 它实际上呢 主要呢 是什么 是境外 境外的企业 向中国境内的关联方 去提供这样的一个 产品服务 或者这样的一个 无线资产等等 这样的一个 从外而内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除了第一类 刚才说到了 是由中国 对吧 中国企业 作为一个进口商 或者进口方 承担这样的一个 事物之外呢 其他的最后的局 主要呢 它的纳税主体 都是什么 都是境外的 这样的一个 关联公司 然后下面我们进入 凑买三个 是就是中国企业 想和中国关联公司 向境外提供 合肥制造 研发以下服务的 那随便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肥制造 这样的一个交易 合肥制造交易里面呢 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是中国关联公司 需要讲的税种 是这么几项 第一个 政策税 第二个 成年税交易税 是加加 那是依托与 执政策税 这一块的 第三个 企业责税 那这里面呢 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做这个光盘出口的 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增值税的 出口的这块 它实际上并不是 不一定是全额退 也不一定是说 是不全额退 它是什么 看咱们出口 这个距离的目录来看 根据你的产品 类型不同 类目不同 它推出的这个金额 都不一样 第二个 成年税 成年税交易付加呢 这里面有个案例 叫什么 叫出口不退 就之前你 把我们实际上 增值税这块 它你在出口以后 你能出口的时候 很多时候 它是不再给予取出来的 这个需要强调一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企业所税这块 因为是合约制造的一块 那实际上 在之前的时候 就在这个 咱们08年新的 企业所持法 所持之前的时候呢 那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比如像 10年以上的 这个生产型企业呢 它会有一些 这个优惠的税率 但在08年以后呢 一般的这个企业呢 它的税率呢 都应该是按 25%来做这样的 过渡期的除外啊 都是按25% 来做这样一个 一个基本设计来做的 同时呢 这里边我们也强调一点 这边我一列出来 就是说呢 由于是合约制造 所以也导致很多的 这个中国关联公司 在这样的交易里边呢 它功能比较单一 比如说在中国的 像东南沿海 像东莞地区等等 它有很多企业呢 它是从事单一的 这个制造工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说我们之前出过一个 红件 中国的时候要求什么 要求单一功能企业 需要保持一个 合理的论证水平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没有特别明确的 合理的成熟因素 去解释的话 那么你这个 仅有单一功能企业呢 需要保持一个什么 保持一个盈利的 那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 虽然是不一定合理 不一定合理 因为确实我们遇到过企业 它的这个 对吧 由于这个全国的 和全球的经济行政问题等等 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亏损 是个全球的亏损 但中国说 这关这个问题 还得提出一个要求 说那 你别的亏损可以 不能必要到 我们这个公司里边来 因为我们这个 只是负责在工作 别的什么都不管 这样的一个情况 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单一功能的话呢 要保持一个 合理的利润水平 这是回事到这一块 那第八个交易呢 就是说呢 是中国关联公司 向境外关联公司 提供这个合约研发服务 合约研发服务这一块呢 实际上来说呢 是也是优惠政策 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类型啊 这里边你看我列了很多 那这里面 我们可以注意来讲一下 首先提供研发服务 按照咱们宁改的 这个全国事件 这样的要求啊 就是2013年 才是37号文 里边讲得很清楚啊 研发服务呢 它属于是用零税率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零税率 刚才强到了 增税有免税 也有零税率 对吧 刚刚说的 五十二公告里面 就讲了 这增税免税的 那实际上呢 零税率呢 实际上是比这个免税 是更迂惠 因为它还设计到什么 是与这个零税率 你是与这个出口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 镜像税率 还是可以用几扣的 这块是相对比较 比较 我们觉得是优惠率 就更大一些 而且零税率 在目前中国来讲的话呢 是比较少见的 除了刚才说了 这个研发服务之外 还有些设计服务 还有这个提供 这个国际运输的等等 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 增税税的 这个 一世的劳务时间 都是 点都是免税 很少有零税率 的使用 但研发服务 很明确啊 是可以是 使用零税率的 这是增税税这块 第二一个是 企业准税这块 那企业准税这块呢 这里面呢 是比较多的 优惠政策 在这里面会存在 第一个就说了 如果你是研发服务呢 就同时间也是这样的 很多企业呢 他把研发服务 做成了什么 做成一个技术准让 他说我在中国 做成了一个 做出一个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和技术储备 然后再转让给国外 那这个时候呢 这里面强调一点 就是说呢 技术准让 500万以下的 这个人员币 500万以下的时候 是免税的 500万以上 是减半征收 这个所得税的 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利率的优惠啊 但是呢 实践来看啊 这样的一个优惠 申请是比较困难的 你的资料会 提供的比较多 同时的税务机关呢 会经常来 去做一些检查 因为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他因为他的 优惠利益太大 所以税务机关呢 看得比较重一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H&T 叫高新技术企业 这个呢 是中国我们称为 是最有力度的 优惠政策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由企业所得法 这部法律 直接固定的 这个优惠政策 是15% 第三个 是这个软件企业 软件企业 有一个政策 是叫两免三减半 就是货率免入去 第一年跟第二年呢 但是呢 是什么 是免这个 所得税的 然后后面呢 是联系三年呢 是减半这种 这个所得税 今年的时候呢 也是新的这个软件企业 肯定管理办法 包括一些产品的量 相当于跟政策呢 就做了一些update 做了一些更新 那其他做的时候呢 可以去调整 去看一下 去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 能否是把流暂的条件 去申请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叫 基础先进行服务外包企业 这个政策呢 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政策 它主要是指的 这个企业啊 提供一样服务外包 包括像ITO 对吧 信息流程外包 BPO KPO 对吧 是业务流程 跟知识流程外包 这个三类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三类 业务的企业呢 它可以去申请什么 申请 企业所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 同样的话呢 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 就是技术先进行服务外包 它这个整个这种企业 性质的企业率 是比较高的 是比较大的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边 也做了一个案例 就是说这个某集团公司呢 在中国社会研发中心 具有高新技术性的资责 然后向境外的光链放 去提供这个研发服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首先 你的增设税 零售率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的 这个企业所得税这块 那可能是 可以按15%去承受 那这里边强调 这边有红字标出来 是说同期资料的 更多风险描述 跟这个高新技术这个要求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边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之前啊 做过这样的一个 可以是说 某家企业呢 它是境外公司 在中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生产业研发工程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是呢 它这个企业呢 它利用时间会比较低一些 同时呢 这个企业呢 也是它觉得 自己是满足这个高新技术 这个要求的 所以它就申请了 这个高新的这个资格 所以呢 这个企业呢 就是虽然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实际上有研发 但它的利用时间很低 同时呢 它有这个高新的 这个15%的优惠收益 然后在某一年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关联交易的这个金额 达到了 达到了咱们企业的 那个企业所谓的那个规定 就是那个 就是有金资产是两个亿 然后其他的话 是十千万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它就准备了什么资料 为了去描述 它这个企业利用率 比较低啊 咱们知道在关联 在这个转眼价里边 功能风险 跟咱们的利用水平 是成正比的关系的 就你功能风险越多 原则上 你的这样的一个 利用水平就相当会高一些 所以这个企业呢 在去描绘 它的同意到的时候呢 它为了说啊 我的这个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个 利用比较低 说我的功能比较少 所以它就隐瞒了 说企业有这个研发功能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提供研发功能 然后 但是呢 咱们知道 高新技术企业 这个资格要求呢 是说 企业必须具有 研发功能 所以说 企业在向 一个是在 向所有机关提交的 同纪资料里面 说我们这个企业 是没有研发功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企业呢 说 我同时还具有这个 高新技术资格 所以说 这个机关呢 就是说 你这个两个 一个资格跟这个资料 是违背的 让企业做一个解释 那最终这个体验呢 说那我确实存在 这个研发功能 所以最后呢 它是 建议上这样的一个 特别难能调整 就补缴了一顿税款 所以这里呢 可以强调一下 就是说 虽然这个研发服务 这一块 它涉及的 这个优惠性的很多 但是呢 它涉及的点 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很多的研发 服务的这个公司 特别是外资的 利工收益的 他们的利用水平 都相对比较低 都相对比较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你的这个服务价格 是否能符合 这个独立交易原则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们讲 就是有服务价格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在中国这个 那受机关 这样的话呢 他们更在意的是说 你这个体验的 总体的利用水平 是否能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利用存在 这个呢 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一个呢 是讲这个 就其他这样的服务 其他服务这一块呢 可以看到 就是说了 那它主体 还是一样的 中国企业 那么有增值税 有这个 有可能是增值税 有可能是营业税 同样呢 成年税 交易税 资价也是相关的 另外一个就是 手术税比换的 还是25% 那这个呢 要强调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近期刚刚公布的 一个文件 就是五十二公报里面 就讲了 敏感政事件下的 这个跨境劳务 就中国企业 向境外的企业 提供劳务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免税的类型 有很多啊 就有些是可能 比如像境外 提供劳务的 还有说是像 在境外提供劳务的等等 它都会设计一些 免税事项 里面呢 针对这个免税事项的申请呢 做了比较详细的 这样的一个资料要求 那我们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企业 就是中国企业 向境外提供服务的话呢 就一般情况下 只要能够满足 这个增值税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在那个 市场范围之内的话呢 都或多或多的 有可能会申请到免税 但具体内容呢 你可能需要 企业自己去规制 去调整 去看一看 是否能符合 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 以上呢 就是呢 我今天呢 要给大家去讲的 这个九个交易的类型 那这里面最后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就九个交易类型 设计这个社会事项 我们都 我刚刚都简单的 做了这样的一个罗列 其中有一些呢 可能并没有那么精准 因为涉及到 具体的条件不同 从有不同 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我们觉得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个文件 比如说 深圳税局那边出的一个 关于这个总部的 特别来调整 那个管理办法 里边呢 针对关联交易 涉及的一些点 对吧 涉及的一些风险点 做了一些 相对详细的一个描述 相对 相对那个 合理的一个描述啊 那样的话呢 我们从那个关键点 去看一下 就是说 不同的这个交易 它涉及的哪些点 是比较有这个风险 或者比较有难处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 银感政呢 现在来讲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 进行第二个 第三个级段了 全国都已经铺开了 所以呢 银感政 世界发言人类的 中国企业呢 它可能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以去申请 特别是在 认识税免税这一块的 但较强烈的是呢 在这个 认识税这一项啊 就是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 认识税 如果是申请了 免税政策的话呢 是不可以去申请 不可能 不可以去 开这个 政治专用发票的 也就是说 跟政治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服务啊 包括是 一些事项呢 它的这个 涉税风险是最大的 也应该 对此投入更多 这样的精力 来管理这一块 然后以上呢 是今天给大家 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么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 第二个环节 就关于这个 QV环节 或者说问答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 让我们进行 这样的一个 讨论说明 包括发给我 包括是发给 那个张宁都可以 对 Jackie这边 Jackie刘 刘博 是吧 有个问题 就是 if the private is offshore the service is still subject to BT 对 是 真正来讲 还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还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 从我们的预期来看的话呢 在未来讲的来讲 敏感人应该是 很快的会 会扩散开来 所以我们觉得 从这个企业角来讲 应该还是关注这一点 就是说 包括谁 可以怎么样去考虑 因为营业税 应该来讲 它是跟正税说 是非子基地的过程 同时它在不断地缩小 过来来看的话呢 营业税呢 可能是 一个比较 比较这样的一个点 就是说 它不再是一个 主体水种 应该这样说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 之前我提到的 我可以再说一下 就是 关于咱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 研发服务这一块 那么研发服务这一块呢 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叫 高新技术体验 那高新技术体验呢 其实 它的条件呢 比如 它的条件是比较 相对比较苛刻的 就从字面讲 来讲的话 比较苛刻的 也就是说 它有些要求 比如说 这要求有 这个一是在 中国境内注册的 一年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居民体验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 你的这个 统统的这个行业领域 对吧 是要符合咱们这个 符合这样的一个 就是 类型 第三个呢 有这个资产权的一些要求 包括 核心资助资产权 对吧 还有 还有就是说 这个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这个高新收入 那块 就满了这个条件 那么这个资论呢 有人问到 我说这个资论 还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 说它的问题就在什么 在于它的监管部门太多 可能会让体验呢 就是为了 就做这个业务呢 可能会 为了维持 维持这个资论呢 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 跟精力去维持这个事 那这些内容呢 我们有新 有其他一些的一个 资料可以给大家去做 这个分享 关键 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 还有就是 OK 有一个 Grand Zhao 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 可以问一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请说 请说 对 有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 这个系统 是必须要是打字 就是通过文字输入 然后因为你们是没有办法去 去说话的 有看到啊 就是 Grand Zhao 给我发了一个 请不通 那我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看一下啊 就是说 Financial Center 在海外的Financial Center 然后呢 是说 关于这个 税的一个 扣枣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的相关的 主要的 OK 好 这系统可能比较 这系统比较 比较麻烦一些啊 是 Case 2 那你去指 第二个关联交易是吗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关联交易 是这样的 就是啊 我这边简单说一下 事后的话 你可以发mail给我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 进步的相对讨论 那实际上这个 Financial Center 服务呢 它这里边呢 可以理解为 就是提供这样的 一个服务嘛 那在扣税的时候呢 那这里边可以强调一下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表格 列出来了 因为我这里边 有几个点 可能需要你去明确的 比如说 你提供这样 实际上 服务的 有没有派人过来 日常的工作内容 包括哪些 因为 这个是 交易二啊 这个境外关联交 向中国公司 提供这个服务这一块 在中 在国家 它是我们的 国际司出的 那个案例集上面 各种不要的 这样的案例 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在实际上 也碰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呢 是说你的这个 相对讨论税 这也是你这个 就是 还是 可以理解为 是远程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吗 就是在线的服务 OK明白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 这个系统可能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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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啊 就是我先一个一个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没有 在中国境内来 不到中国境内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你可以说 如果所有的服务 都在中国境外提供的话 OK 按照我们第一位来讲的话 你其实就会存在 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不需要 去讲到这样的 就是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有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 向境外去提供 这个服务的时候 付款的 付货的时候 可能税务机关会跟你说 你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需要你去提供 这种材料证明 同时可能是需要是说 你要去有一个税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是需要你是 像 他们 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很多时候 可能需要准备很多资料 OK 这个系统比较混乱 不好意思 这边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email再来去 进一步的 去讨论一下 但实际上呢 就是比较像是 交接亚这个类型 然后它的这个 整个的扣角的话呢 如果全部在 经货提供 全部online的话 你可以跟他去 安排一下 说我不需要去 向经货付这样的 一个费 不需要去 再扣这样的 一个税款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叫张月 可能是这样听 说是中国关联公司 向母公司 付这个 Hack of Charge 是算交易二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Hack of Charge Charge fee 这块呢 现在是比较 敏感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很有可能 其中有一部分呢 就是一般的服务 我觉得还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 归类到不同 这个类型 但是如果被 事务局关判定 是类似于 管理费这种性质的话 那可能他就会认为说 那你就 就和我们之前 说的那样 就不再认可 你是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 水钱扣足了 就相关的操作呢 你可以去操作 就是说我可能 代扣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跟这个 伪扣零 就是那个 income tax 都是可以去扣的 扣完以后呢 就是有可能 这个钱在中国 你付的这样的 这个费用呢 在中国境内 无法扣除 另外一个 据我们了解 在广州的一些地方 他考了很多时候呢 这个 这种Hack of Charge 它有些时候 不让往外汇 虽然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个案 不让往外汇 就是我们得 它再停滞 我的邮箱 是在客县的 最后也有 然后我在这边 给大家发一下 然后是如果有问题 我们到时候 可以在 Our Ingram里边 这些点是 他们的Q有点看 所以张叶 刚才你那个问题 我是做了这样 简单的那个解释 然后就是像 类似于这个交易二 类似于这个交易二 我刚才也说了 你看咱们 包括那关照 跟那个张苑 你问你 都是这个 跟这个第二 交易二相关的 它这个整个类型 比较复杂 我们这边的表也比较短 在线上 我们还有一个更复杂 这样的一个表 在它类出来以后呢 就没法去讲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来沟通 刘光 mentioned that he helped me provide software services 他是指的是 中国境内向境外吗 这个 software services 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 应该针对范围之内 它属于现代服务业的 信息技术功能 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它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法看到 整个问题啊 就是看到了 我们的host 给我发了一条 这样吧 如果你在的话 我把我的邮箱 去host给我发一下 就是说之后的话 没有问题 可以给我发一个mail 然后我来看一下 OK 然后这边我补充一下 就关于这个 就是刘光提到 这个software services 就是我们之前知道 有一个叫软件开发 就是说我们中国体验呢 就是接受境外母公司 这样的一个 质人的委托也好 话说指派 去协助他们呢 做这样的一个软件开发 那么强调一下 软件开发 它实际上 是不属于这个 研发服务的 软件开发在 这个营业生产业发布里面 它内陆了什么 内陆了信息技术服务里面 它不属于研发服务 那么所以呢 如果是软件开发 这样的类型的话呢 它是 我们看到这个 在吧里边 所以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够去 申请那个联系率的 这个在地方上 之前我们在南京 那个客户 曾经过这个情况 就是说它呢 它试图向 收尾机关去证明说 我这个属于 这个研发服务 对吧 是一个软件 我这个研发服务 那收尾机关呢 之后呢 也是 那我说 那这个 按照咱们这个 新的这个标准 你就属于 清晰基础服务 清晰基础服务里面 属于叫免税的 这样的一个环球 它不属于零食 预免的一个反处 OK 另外就是说 我发现 当然可能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啊 就是比较的 比较的复杂一点 可能有些这个 包括咱们的 与会者呢 能用起来比较麻烦 那这样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在课件里面 我留了我的 这样的一个email 就是质群的 质群的全评 .sh at winter pku.com 或者直接可以检索 明确率是数所 可以找到我们 各个引擎的人 都可以找到我们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 整个的内容呢 咱们就先 细练到这边 然后有具体问题的话 咱们时候呢 再通过这个 mail的方式进行联系 那另外呢 就是说呢 今天晚上 8点的时候 就是北京时间 晚上8点 然后阿姆斯坦时间 是下午1点 由来自 转电价咨询一团的 张黎女士 张黎女士 也是中国人 但是她在荷兰里面 就在转电价咨询 工作了很多年 她呢 给大家呢 是讲解一下 咱们这个 整个课件的英文版 那好 还有就是 咱们的会议资料呢 会后也是会 发给大家 大家注入的email 去给大家 做这样的一个发行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webinar 这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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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